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第二天一早 三人结伴到自住餐厅里面吃早饭 饭吃到一半 一名穿戴整齐五十多岁 竖着背头 面色有一些憔悴的中年男子 快步走了过来 于董 到了玉山跟前 那中年男子沉声说道 听到对方的声音 玉山缓缓抬头 不紧不慢地说道 原来是叶董来了 是为了你儿子的事情来的吗 是的 小鱼啊 小叶子还年轻 他不懂事 得罪了那位朋友 这俗话说 养不教父之过 我这老爹亲自过来道歉了 还请那位朋友 可以高抬贵手 放小叶子一马呀 对了 条件可以随便开 我这位朋友什么都不缺 你还是回去吧 不用白费力气 对了 你如果想要撤资的话 马上可以去公司里面 把合同签了 钱 我会立刻打给你 听到玉山的话 中年男子眉头一皱 不过脸色 很快也恢复了正常 玉董 咱们认识很多年了 而且我和你的父亲 也是多年好友 你就帮我引荐一下这位朋友 让我们好好地聊聊 这天下 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呀 对了 我听说你在京城那边 也开展了一个项目 已经投进去一个亿了 我还想着 等你们到京城的时候 好好地跟你聊聊 给你介绍一些人脉 让你的项目 可以进展得更加顺利 可是 你如果一直跟我这个态度 我还怎么帮你介绍人脉呀 你在京城那是人生地不熟 投资失败呢 也就失败了 可是万一 你如果有个三长两短 那可怎么办呢 哼 你这是威胁我了 于山冷笑了一声 叹了叹手 踏不了我不去京城 损失一个亿 就损失一个亿 一个亿而已 对于我 对于我们于市集团来说 也并不是很多钱呢 这位叶董 我就是那个 和你儿子发生冲突的人 这时张凡把话接了过来 自己的事情 怎么可能让别人过来承担后果呢 张凡从来就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中年男子把目光投向张凡 在张凡身上打亮了一眼 伸出手来 故意做出了一副 很是儒雅的样子 啊 你好 张凡只是在中年男子 伸出的手上飘了一眼 根本就没有伸手 这样的情况 让中年男子很是尴尬 他多少年 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了 小兄弟 只要你肯放了我儿子 条件随便离开 没条件 就是想要你儿子的命 张凡淡淡地回应 今天之前 我并没有想过要为难你 可就冲你刚才那一番话 你也得留在平山了 我不能让我朋友的一个一打了水漂 更不能让他不敢到京城做生意 还有生命危险 此言一出 中年男子瞳孔一缩 望向张凡的眼神 多了几分怨度和警惕 张凡朝于山使了一个眼色 于山对身后的安保人员招了招手 那几个安保立刻便跑了过来 把中年男子和他的随从都给按住 你们这是做什么 你们知道吗 你们这可是违法的 中年男子一边挣扎 一边望向张凡和于山 怒声说道 违法 你心里应该最清楚 你跟你儿子做过多少违法的事 你在这跟我装什么大衣补了 张凡看他一眼 又把目光投向了于山 这老家伙身上也不干净 一会儿直接送去警区门口 那个警务站 就说是昨天那个小子的父亲 于山文言立刻点头答应 好的 张先生 吃完早饭以后 张凡和黄庆云也没有再逗留 离开了度假区 黄庆云一边开车 一边对张凡问 张哥 对于那个铁球 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呀 没有 你有吗 我就更没有了 黄庆云哈哈一笑 两人就这么闲聊着到了张凡家的门口 透过车窗 张凡看到了一道倩影 正在他们家的门口坐着呢 待车子和那道倩影的距离不足五米的时候 张凡终于看清了那倩影的容貌 那正是西林 见张凡下车 西林缓缓地站起身来 满脸笑容 朝张凡招了招手 张凡一步废话 直接便问道 你怎么又来了 找你聊聊 那个 凡哥 我就不留了 我先走了 黄庆云黑黑一笑 曲车离开了 张凡看了一眼车子 史林的背影 又望向西林 行 聊吧 不请我进去 你说的都是一些车古路话 在这儿聊 在里面聊 也都一样 这次不是车古路话 我大老远过来的 你就算不待见我 请我进屋喝口水 总可以吧 话说到这里 张凡也没办法拒绝了 只能是点点头 行 我里面请 二人到了客厅 张凡照顾西林坐下 给西林 拿了一瓶水 亚西二大爷 跟你说他做的梦了吧 说了 牛头和黑无常 对于你 都很恭敬 西林的眼神里 闪过了一抹菊傲 笑着点头 其实我上一世 在阴曹地府 跟亚西二大爷的地位 和实力都差不多 哦 张凡不冷不热地点点头 在那继续刷着时评 看张凡这么一副样子 西林的眼神里 闪过了一抹疑惑 你对我和亚西二大爷 上一世的身份 不感兴趣吗 感兴趣 可是不一定 非要从你这边了解 你们太麻烦了 太因为一些小事 来限制别人 听到张凡这话 西林嘴角微动 张凡则又问 你刚才说 这次跟我聊的 不是和上次一样的 车咕噜话 说吧 这次要聊什么呀 我这儿有个活 奖励六百根龙虚草 有没有兴趣 张凡微笑着摸了摸鼻子 并不说话 而且 这活并不难 看来你们对于我 还真是煞费苦心呢 张凡此言一出 西林眼神里 闪过了一抹慌乱 立刻又恢复了正常 川先生 我没听懂 您这话里的意思 看来你是非要让我 跟你挑明了呀 张凡皱着眉头 盯着西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